司马迁 自紫长 左逢意下洋人 是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及文学家 大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 也就是公元前145年 足于汉武帝后元二年 大约是公元前87年 与汉武帝时期相始中 他的事迹主要建于史记太史公字序和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生于一个史官家族 他的父亲司马谭曾任太史令 是西汉有名的天文学家 曾制定太初历 知识渊博 对诸子百家学说都有系统性的研究 司马迁有着这样的家庭背景 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文化熏陶 受业于经学大师董仲书 学习公养春秋 培养了严谨的智学态度和批判精神 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 曾出游天下 足迹遍迹现今的河北 山东 浙江 江苏 湖南 江西 甚至南至云南 西至甘肃 北至长城 他四处游历 因此搜集到各个地方的历史资料 他深入了解到各地的民族风情 对日后撰写史记有莫大的帮助 汉武帝元丰元年 汉武帝于泰山封禅 司马谭为获邀请参与 忧愤而死 司马迁受司马谭临终主妇决心继承父业 着手时宜补职 利用父亲剩下来的遗稿修传史书 在父亲过世三年之后 司马谭继任太史官 正式开始编撰史记 好景不长 汉武帝天汉三年 非将军李广的孙儿李灵 随二师将军李广利 西征匈奴 李灵被指向匈奴投降 武帝因此大怒 司马迁为此上书 为李灵求情 触弄了武帝 并致以欺望主上的罪名 被处死刑 而当时的死刑 可以公刑和金钱代替 但司马迁家贫 只好以公刑代替 司马迁经此屈辱 精神上和形体上 都受到了摧残 也都蒙荡了极大的羞辱 痛不欲生 司马迁因而发愤继续著书 太史元年 司马迁获涉出狱 并出任中书令 期间他继续编撰史记 于征合二年 大致完成著书 史记从整理史料到成书 大约用了15年的时间 但成书以后 并没有及时发布 部分内容更散意 直到东汉时期 史记传部见广 影响力日渐加强 也成为了中国文学史 及史学史上的一本 非常有价值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